好,所以,我們還是,我很喜歡講很多話,希望你們能見面,我們多講點嗎,真的嗎? 我可以講兩個小子 所以,我們還是要,就是,這個非常好,比小時候聽到大的東西,可是我們要珍惜,要學會珍惜,因為小時候我真的懂得厲害,那個力道很強大 所以,我們會講一下,真的,真是好重要的,如果你,跟你朋友一起玩,或者是,跟你男女朋友一起玩,或者是,你的家人一起玩,希望,待會,你聽完,你的演出以後,可以給他一個遊戲,給他一個遊戲,要珍惜,要自拍 好,所以要珍惜每個好朋友喔,我們接下來呢,介紹一下,我的另外一個好朋友,他是,黃介瑋,瑋瑋 嗨,我們剛開始在聊,聊說,奇怪,我們認識這麼久,不是,我們到底是怎麼認識的? 對啊,對啊,從西來的,怎麼會這樣? 就覺得認識非常非常久 嗯 所以 哈哈哈哈哈哈 我講這個非常欠重 我講這個非常欠重,幾大 然後是怎麼認識的?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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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學會有人,很厲害喔,對不對? 他可能講到一個,我們就突然頂到一個,我們就突然想起來了 算了,大家應該 那就應該 好吧 算了,然後我們就是認識很多 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我們要唱兩首,借為一集的《窗圖》 這首呢,是,這兩首歌都跟,神秘的關係 對,就像他剛剛提到的 那,這首歌是獻給我的家人,他還是我的阿咒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你的阿咒 因為,我如果能夠看到阿咒,真的是蠻幸運的一件事情 表示他很強壽 有誰有看過自己的阿咒呢? 對啊 欸,好棒 還蠻多人 對 然後,我跟我阿咒的感情很好 欸,這樣其他人會知道阿咒是什麼嗎? 哈哈哈哈 真的會有人不知道欸 真的會有人不知道 因為,因為我之前有做一張自己的,自己做一張Demo 叫做《思念女》 然後,後面有寫一個,一句話 叫做警線給,在天上的阿咒 然後,人家就問阿祖是誰 哈哈哈哈 對,就好像真的有人不知道阿咒是什麼 有沒有人不知道的 可以,可以舉手的關係 我可以這樣解唸 好,都知道 好,那,嗯,其實我小時候會跟我阿咒一起睡 然後,他都會講一些故事給我 他身體不好,他那時候 他就,從我有意識以來的時候 他就已經看不太到,聽不太到 那所以他基本上都已經躺在床上 沒有辦法做其他事情 所以我常常會自己準備一些語性節目 去,去表演給他 哈哈,對 他還聽,微微的聽得到,微微的看得到 所以就還是會盡量地去想要讓他覺得過得很開心 但,嗯,就是我來看小小 然後,晚上他都會 教我唱一些 日本的一些 童謠 像什麼 陶太郎 Momo Taro-san Hell-san 歸兔賽旁 之類的 對,然後很開心那段時間 然後,在他 離開那麼久之後 我還是會 呃,常常 會想到他 然後,某一天 就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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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非常的 想他 我就是寫這首歌 要送給他 然後,讓我每次 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都可以 不斷地想起他 這個歌就是要死定了